台灣二十五年內最大的地震 七點二 嚇死了 地震開始的時候我才洗澡 但是還好沒事 希望你也好 花蓮的大樓都非常可怕 回山島的頭都掉下來 台北捷運的畫面也非常可怕 在高速公路還要停下來 搖得很誇張 游泳池演在新聞報道中 現在發生了有地震的情況 地牛發生 現場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我本人的現場 幾乎戰鬥站不穩了 尤其我們的天花板 幾乎是劇烈的搖晃 很多東西都掉下來 都有感受到 國外各種媒體有報道 包含西班牙媒體 日本首相馬上表達要幫忙 在心裡請請請請請 要請請台灣 先進行支援 進行支援 我們繼續監視 地震的影響 影響台灣 中國大陸方面對此次地震造成的傷害 高度關切 已經向受災的台灣同胞 表達了誠摯的慰問 並願意提供協助 我們感謝國際社會表達的同情與關心 謝謝主席 利用我們的災難來繼續撒謊 繼續穩固台灣是中國神 連這種狀況不可以收臉嗎 如果台灣真的是中國神 北京政府什麼時候要幫忙台灣 習近平什麼時候要來華臉 如果沒有馬上給我過來 不要繼續說謊 無恥中共怒 這次可不可以收臉 好好的做人 試試看一個新的經驗 你的提問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 和所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傲慢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沒想到中共竟然指派 他們駐聯合國的副代表耿爽 好意思公開說 代表台灣感謝大家 這種表現就已經不是虛偽可以形容了 簡直是噁心 中共一面用嘴巴表達 關心台灣謀受地震之災 卻同時又派解放軍的軍機軍艦 騷擾台灣 讓台灣的國軍不僅要投入救災 還要分兵力去關注 中共對台灣的安全威脅 上次有這麼大的地震 就是921 有兩間五百個人過世 雖然很多人拷腰台灣是貴島 但是現在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只有四個人過世 代表台灣在這個二十五年內 進步蠻多 要靠腰台灣是貴島 這件事也要說啦 你們知道嗎 我家人我朋友每天問我 我是不是很害怕跟中國戰爭 雖然我住在台灣十八年 中國一直恐嚇台灣 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做了什麼 但是因為在西班牙幾乎沒有地震 我家人我國外的朋友 有一件事情不了解 住在有地震的國家 在某一個程度心裡都有準備 隨時可能會過世 那我們要怎麼辦 一直害怕沒有辦法過生活 你好好接受這些事實 隨時清平一直恐嚇台灣 我不怕 我們不承諾 放棄使用武力 無論如何 我希望你 你家人 你朋友 你所愛的人 你在意的人 一直都平安 當台灣人不簡單 但是台灣人很強 我們一起加油 我是黑素斯 BYE